- 創作人 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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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哇 歐比斯是買出了這個巨石盾甲 - 一跳 一直砍 一直砍 但是現在這個 - 創作人 雙人組合 - 其實很兇 - 我必須講 真的很兇 - 傷害特高 - 你看 - 這個環圈飛虎 歐比斯其實吃不太小 - 小葉真是超兇的 - 小葉這個一直跳砍 - 知道嗎 - 看到 這個火人的閃現 貼臉勸退 他是不是也有看剛剛那場啊 知道Sky哥哥有說過 人要比車兇 有夠兇的 小鷹 你在跳啊 而且對面是貓科的 貓科你就是要先兇他 不然貓不會理你 你是不是有打野 因為現在打野三的很快 會不會三的你直接跟著 而且你看現在這個Paket 在中路選了一個坦型角色 交了閃現 Faker這裡其實手中還扣有閃的閃現 手裡鍵一刮 最後Paket抹下來 各位觀眾 坦型角色 冒開4800點 Railover來到地圖的下半部 無敵這裡的話是重重被包圍住了 迴旋廢腹傷害太高 Railover被暈住 藏著Railover要來了 那Albis感覺是等不到支援了 好像已經倒閉了 我覺得就是想像中 會是個美好的下午前 沒有 我覺得是因為選角的問題 選了一個獅子真的有點尷尬 Sky哥哥被綁住 想來硬換 後面有Railover的鞋子趕過來 強行拖出去 但是Albis已經先收下Celebrity之後 自己也倒下了 又來一個火草 喔呦 又是一個火箭跳躍 第一出的火人的一個閃現 上半部 小丑被單殺掉了 Empact此時還把這個分身也給打掉 這死掉會變出三個這個地圖 對 就是恐懼魔教 來了 場長來 我場來了 永不傳滅 EDG 收割 就是收割的時候了 場長來到了無人等級 閃現的先生躲得下 紅重機硬砍 被致盲 Empact這邊還升級了 來到了塔下之後 哇 場長最後沒辦法把提摩給收掉 鞋子玩的是好不開心 我有看到我開了一個高原鞋桶 要來彥鳴震聲自己的一個打野能力 SARS趕過來一個包夾 踩到香菇 當KILL UP 場長 哇 開了 他這一場就告訴你 我之前不是不幹上 是沒有機會 但這場有了 哇 要得跳出來這個五星網 是網道的小兵 交了閃現後面有RAIN OVER 閃現來硬定 這個回旋死神的傷害 直接把Elbis給帶走 也是與世無爭 就是上路重重香菇啊 然後動一動啊 走一走啊 哎唷 還可以兇飛渴 是不是 哇 各位觀眾這個角色 要在賣的各位觀眾 來看一下上路這一波 SARS是變成了一個分身之後 又踩到香菇 以沛在拉打 反而是SARS要被帶走了 中路的地方 單殺有可能發生了 TODY RAIN OVER 趕過來 但是PK 爆開了自己的大絕 都是來不及把FAKER給收掉 這一波FAKER是殘血 你很像 就是 如果你出了雙多籃的時候 你的那個大絕 是有傷害 第一時間就得爆 這個順爆對不對 順爆 沒關係 敏凱來了 收歌 對 明隊長來了 隊長 先生躲人 砍掉FAKER 單殺 有多少人在世界舞台上面 可以單殺FAKER 廠長今天記下一筆 不但記下一筆 而且KDA再次上升 200 KDA無限大 怎麼玩 TINGICE 永不團滅 永不團滅 怎麼玩嘛 有這麼強大的打野 一個Jungle KDA 讓他打到這個 無限大的時候 沒錯 輸不了 輸不了 一個Jungle KDA 讓他打到這個 無限大的時候 沒錯 輸不了 輸不了 但是 那個罩你 現在是 林凱凱 這個場掌 200的戰績 而且 現在SOWA還想要斷Rain Over 一出來感覺你會被殺 我就是覺得你好像傷害不太夠 傷害不怪你會被殺 Rain Over有大絕把他給強行拖回來 但是這裡還有爆破球果一跳 在一個飛躍隊員往後 這邊是PAKER想保護自己的隊友 但是SOWA還是倒下 這一波的話 Rain Over就是用這個護盾值擋下來 但後面影響的傷害太高了 FAKER趕過來 手刃掉了PAKER 怎麼說的 他的這個GANK方法有兩種 第一種是對方換完鞋沒鞋之後 衝出來打一個 第二種是 選性獵殺 開獵 而且這個殘虐值網子 網在了火人身上之後 這個火人開了大絕 閃現淨塔 現在是藏在塔下 先敗敗來彈塔 現在UDI跳進來之後 哇 我常倒下來 UDI感覺上都要死去 剩作是FAKER在今年賽季打了 4萬7500隻的小兵 這個是剛剛中路沒有帶到的Rain Over 從後面出來要直接塔殺中路 他先丟了這個E之後 跟上去普攻拍下暈住 FAKER大絕定身 硬製 這個PAKER的飛對影放慢了 好好打 就是好好打 上路選大第五是中路放冒凱 這場就贏了嗎 OK 我是比較推薦中路狗頭人 場長開砍了 砍 砍高原血統硬砍 先敗敗 先敗個敗 先幫EMPAK末埃 直接把人頭斬掉 飛起來囉 飛黃來了 現在是收阿踩到香菇 你沒救了 走不掉了 香菇不是會有四眼嗎 走不掉了 走不掉了 這裡後面還有火人 還可以跳一次 還可以跳一次 來 有 有 喔 不見了 各位觀眾 他出來了 那也沒辦法 欸 這頭 你抓不到我 我也抓不到你 飛狗在調 飛狗可以一轉 他不想轉 他不想轉 對 他想要看到他在他面前掙扎 那樣 這樣會有出現一個任務 就是 喔我知道 卡麗絲的頭顱 雷哥如果把卡麗絲16點的時候殺掉的話 那個 舞牙項鍊會變成卡麗絲的腦袋 對 敏凱又開始蹲了 敏凱這個地方 喔往後跳 小葉有點危險 爛爺爺 往後面還有PK 開啟了一個反射拳 我想保護隊友 但是反而被四個人給包夾 耶 被打倒了之後 現在PK被拖回來 硬砍 完蛋了 不大型 不大型 這波鏡也真的不大型 這個 而且敏凱走得好流暢喔 他原本跟大家一起蹲 他就是兄弟你們先擋著我先走了 兄弟退了 退了 然後他已經走到差不多藍buff的地方了 欸 退了 欸 你怎麼還沒退 兄弟你們扛著我先走 欸 怪怪的 剛剛大隊已經演 然後回頭 人都不見了 人影都沒看到 就是 這個一直穿雲劍 千軍萬馬都不見 來看一下SOWARZ跟Faker的一個交手 Faker手機放下去 SOWARZ躲過很多招 但Faker現在手中還扣有一些招式 SOWARZ是傳說中的上路生存者你知道嗎 而且夜夜似乎是裡面算戳的 他只很慘 沒有這個PK040啊 PK也很戳 上半步開了反射漩渦 然後 這個大絕這個範圍 Faker掌握得很好 爆開沒有傷害 所以此時飛隊往後走 因為他知道後面有RAID OVER 你沒有減傷 Faker一個死亡運氣 爆開 PK要倒下了 其實他有Faker一個炸刀 但 這主要問題是說 這個PK根本打不贏他 就是他把傷害群打完 然後Faker沒死 這就是明星賽嗎 不是 你像我剛剛講的一大串 PK要倒下 他活了很久 他還在搖哦 微尷尬 在中路打起來了 紅鞋子神 一轉 又再是跳在人家臉上之後 再爆炸射擊 直接拿著 下路 又是廠長 又是CLEARLUN 拿到了411的戰績 大衛魔術 他這次把對方變不見了 把對方變不見 現在是 Elvis是被RAID OVER給擊殺掉 拿了一個Double 但是現在就是下路這兩個人聯手來拆塔的時間點 他不僅把人變不見 他把建築物也變不見 下一把就要把大象也變不見了 廠長是不會把自己變不見了嗎 常常要把人變不見 要把自己變不見被緩住 他先消失了一段時間之後 被跳得虛弱 最後倒下 哇 可惜了 看起來對方也是一個魔術高手 沒有 這個就是對方是那個流言破解者 你知道你有看過那個節目嗎 流言破解者就是那個 有一個 有一個專門在看說 蒙面魔術師 蒙面魔術師 魔術者破解 為什麼這個助手會不見呢 然後他就會 藏在椅子裡面 藏在椅子裡面什麼鬼的 SARS這個火箭腰帶挺痛的 你看到他在路上走 我就很想殺他 對 就是看起來很賤 我必須講 被綁住了 贏PAK這裡 爆破球果炸了一下 先拉開距離 現在是下半部有收穫 只有PK還有 沒有沒有沒有其他人了 這裡PK已經倒下 剛道夫會 騎著白馬帶著援軍衝出來 我原本以為明凱會帶著援軍衝出來 明凱來了 明凱來了 跟PK單挑 PK有影子換掉 在這個先生躲人爆開的時候 一傷害 PK還沒有倒下 後面是PK的進場 搭配UTI的到來 這邊Rover很坦 是順利的拉開 但是把PK給拉回來殺 PK死刺都還不知道 這一群人是山老鼠是不是 各種盜彩神木 等一下下去砍 這個發動機 其實時間算有點早 22分鐘 剛才容易出師的 剛從兩台出來了 他會不會是這裡 感覺上做不到太多事情 有護盾 他想砍這個金球 要倒了 被智芒砍不下去了 以一個大團破壞力來說的話 其實PK坦 讓Killdown收 讓場上收是很有機會的時 但是反而是UTI沒聽上了 一個爆炸射擊 陣列人就要爆炸了 哇 這裡爆掉的情況下 連這個Albest也跟著陪葬 應該才是最可憐的 都真的玩不到 場長來了 場長現在這個Rover在單挑 在硬卡 後面還有SOWAS Rover是進入了這個水晶尖塔的地方 但是把Killdown給拖到 EPEG面前 PK轉出來 直接把這個Killdown給轉走 現在連PK都坦不住了 Celebrity重置了自己的金錢量 連SOWAS看起來都要倒下 先進入隱形狀態 想要被刺人 但是被Celebrity拿到一個Double 但是這場遊戲看起來是要結束了 這快要是24分鐘 想要來趕快把遊戲給結束掉 但Celebrity現在站在塔前面跟人家對砍了 這波UTI成功活了下來 那節奏又被緩住了 因為這裡PK趕出來 衝出來 070全新的冒砍 其實這場我覺得最慘的就是 閃把 閃把 綁住 火人 驚人起來 爆開反射漩渦 想要撈助攻 撈到了 這個直接剪個頭 這我阿不只撈到了 沒錯阿 現在PK是一個071 我好幾年前我也看過一個071的 那個071是玩理性的 對 這場 是一個這個 怎樣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的優勢大到說 對方沒有任何一個人是坦克 可是呢 他們現在追求的是 跟這個Running Man 極致的虐殺 極致的 不是 是極致的快樂 極致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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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怎麼樣抓到他 因為聖誕節快到了 你知道嗎 現在就是要給大家一個 Merry Christmas的聖誕禮物 就是我現在想辦法追到這個SWAS有沒有 在追他的過程就覺得好快樂 哇 追他的時候覺得 真的好放鬆 人生很滿 然後被拖進來被秒掉 而且UJI現在同時是把FAKER給換掉之後 廠長開砍了 UJI拿到了一個Double 再繼續往前 喔呦 這個傷害 原來我們感覺是坦不太住啊 廠長 我手起刀落 手起刀落 再砍 再砍 一個眼都沒眨過 我眼都不眨 眼都沒眨過他回轉死神 沒有機會讓UJI逃走 但是廠長一個人開了高原銜頭 讓自己變不見了 又把自己變不見了 而且旁邊帶了這個 你知道這個紅掃眼 就是掃到眼的時候 眼也看不到我 沒錯 你看不到我 你看不到我 這真的厲害 開玩笑 太快了 廠長這樣其實這個在 我覺得現在PK有點危險 你有沒有這樣覺得PK有點危險 我已經覺得PK已經放棄很久了 自從他差不多071的時候他現在都是無限的換頭 他看到人 就是鋪上先綁 先綁再說 對 我來了 我看懂了 這一波應該是要讓廠長carry 700多 重置跳 然後還有一個拉距離的大絕 真的好用 但是他需要有裝備 就像現在這個樣子 廠長開砍了 廠長開砍 死亡引擎放在廠長身上 PK這邊是開啟的驚人 能不能躲過 交給閃線再拉 想要影子換位換走 但是被PK給拿到手 193的戰績 現在連Railman都有點危險 反身閃線回去要來硬拉 因為側邊有Impact趕過來 但他在打分身 被五星王子給綁住之後 現在是側邊UZI來Carry這波團戰 但是火人的傷害太高 先把PK給燒倒了之後 拿到一個Double 繼續往前 UZI再跳 是把Impact給收走 再跳回自己的珠寶前面 金牌好猛喔 他在後面居然真的扛得住耶 他用這個裝備的體模 在風箏 這個雷哥 這個裝備的體模 是挺肥的啊 不是就 他的裝其實不硬 而且也不帶緩速 但是他剛才是風箏了 送牌子現在是現行的狀態 先丟一把飛刀 但側邊是 Celebrity跟UZI的對打 UZI倒下 但這個遊戲看起來是要結束了 剛剛又多拖了五分鐘 Celebrity現在的飛刀太痛了 他真的超肥耶 飛虎傷害爆下去一刀六百多 一個Jungle KDA 但他打到這個無限大的時候 沒錯 輸不了 輸不了 但是直接把人頭給斬掉 珠寶被攻破 恭喜 Chimpire在下半場的比賽 三場的區域混合賽裡面 拿到了兩勝 結束了今天一整天的賽事 也結束了四天以來的明星賽 畫下一個距離 這個是一個非常快樂的結束啊 對 就是畢竟這個 你知道最後大家也不用打開人生意 你看飛虎這個表情 笑了 這個笑容 可以去握手了 可以去握手了 他最喜歡握手了 可以握手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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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但是 四天以來 確實 我覺得就是 大家當然就是看輸贏 我覺得輸贏是一回事 有沒有玩到 然後有沒有看到選手一些操作 然後 我覺得就是好玩就好 明星賽就是這樣 好玩就好 因為如果來參加 然後你每個人都真的選一個 最認真的組合來打 那個反而是 在區域對抗中要打 對 現在這最後三場一定是選 很有趣的 按讚 我拿來看